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零相 呦 还是个女才华贼啊 居然踩到小爷头上来了 小芝 你大半夜不睡觉 跑我床上来干嘛 叶大哥 你不是说 收我为毒的条件是暖床吗 我还特地去找铁牛兄弟 学习了暖床技术呢 满铁酒 少爷大人 昨晚没睡好吧 来喝茶 我没睡好 是败谁所赐啊 叶大哥 昨晚吓到你了 对不起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行了行了 这件事回头再说 我的火锅怎么还没上来啊 客人稍等 马上就好了 你们 你们快放开我 刚才都撞到爷怀里来了 现在还害羞什么呢 是大冷天的 跟哥哥们去喝几杯 暖暖身子吧 掌柜子 准备一斤兽毛 再来几壶酒 放开 你们这群混蛋 是来救救我 李兄 李兄 怎么每次到吃饭的点 都有你们这种烂人出场 到我胃头 各位 各位好汉大侠 别在这儿打起来啊 老板放心 今天这场地 我们帮了 你 你们敢动手 我们可是成少主的朋友 你就是天王老子的朋友 今天我也照打不悟 快跑快跑快跑 这么不精打 少爷大人 下次对付这种角色 您就不用出手了 正好让我们历练一下 是啊 我还想借这个机会 让爷大哥你指点我呢 可别再有下回了 我又没吃成火锅 姑娘 你没事吧 姑娘 你没事吧 谢谢三位恩人出手相救 家中贫寒 没什么好招待的 这是我自己酿的酒 三位恩人可不要嫌弃 刚才在客栈 是我生理了 请爷公子不要见怪 没事 我们江湖儿女 完全不在意这些规矩 这酒真不错 叶姑娘还和我们少爷大人 都姓叶 可真是有缘 是啊 我从小是一个孤儿 今天认识叶公子 好像突然有了一个亲人 就不觉得孤单了 亲人吗 你在这城里 一直一个人生亡 我原本是在冰水城的一家酒铺中酿酒为生 后来冰水补教的一个长老看上了我 几次来酒铺闹事 我只好逃早 没想到又遇到这种事 太过分了 叶姑娘放心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 好啦 还不如去吃火锅呢 谁让你在客栈豪气的说包厂来着 现在我吃火锅的资本都没了 行 都怪我行了吧 看来今天打狗 倒是把狗的主人引出来了 哼 叶宇 你果然和传闻中一样目中无人 嚣张得很啊 本来 我们不打算把你的挑战当回事 但是你居然在我们的地盘 打我们的人 今天 我们必须为兄弟讨个公道 叶大哥 是天交榜上第六和第七的承圣成王两兄弟 他们都是亲身进来 这承圣成王 北江兵州连个圣人都没有 这名字取得也太不要脸了吧 废话少说 你要是败在我们手下 就给老子磕头道歉 然后滚出北江兵州 你是谁老子 这小子怎么会有这么强悍的力量 谈兵 回武 我们灵兵附带有冰原根的力量 叶鱼 看你这回怎么抵挡 叶大哥 叶大哥 有点意思 门黄诺 是圣树 叶大哥好样的 这可是我们蛮族的功法 怎么可能一招都击溃我们的力量 正好 试试我在韩剑宗学到的圣术 四双阵 这 这是什么 我斗不了了 本来没打算找你们两个人麻烦 非要来送死 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 叶公子还要再来一点吗 嗯 再来一杯吧 铁牛 他怎么以后没一起上路了 呃 那两个姓程的天骄 被少爷大人杀了 叶姑娘怕被程家报复 所以求少爷大人带他一起走 呃 说什么 为报答救命之恩 要以身相许 太草率了吧 我还被叶大哥救过呢 嗯 也没说要以身相许啊 嗯 少爷大人 可 可能也不喜欢你这个类型啊 帮你 叶大哥 啊 啊 我双指 是金身镜的修行者 叶玉 你竟然敢杀我北疆兵州天骄 我等封命来取你的向上人头 既然都知道我能杀你们天骄了 还来送死 怕是你们几个有来无回啊 哼 你确实有点本事 但你能保护得了身边几个脱油瓶吗 你说谁是脱油瓶了 你们谁敢上来试试 嗯 嗯 嗯 对面就一个金身镜 我们六个人 还怕对付不了吗 都给我上 全冰封 封印 这两个姑娘好强 同是金身镜 实力却比那些杀手高出这么多 叶玉 这种杀敌的战绩真是环保又美观 小师姐越来越厉害了 两位宁姑娘 好久不见 没想到外周竟然有这么多法神镜的修行者 真是山外有山啊 叶大哥 这两位姑娘是你的师姐 嗯 她们 不仅是师姐 我们还是她的师女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哦 这就是火锅呀 以前还真没见过这种吃法呢 您 师姐 你们怎么会来北江冰州 还不是宁静担心你 不过看来是我们多虑了 这姑娘是你新收的剑士吗 朱仙四剑 何时改成朱仙六剑了 两位姐姐这么厉害 我哪里配做叶公子的侍女 不过与叶公子有个同性式的缘分 这一路给你们添麻烦了 乔莹姑娘放心 我说过一定将你送到碧水城 等你安顿好以后 我才会离开 哦 碧水城 哎 那位宗姑娘呢 哦 小之姑娘说今晚要练功 让我们别等她了 啊 叶大哥 你来干什么 站在我身后也不出声 你的手差点就废了 就你这乱批乱砍 能伤到我才是奇迹呢 你 神韵集中 陈力要在刀尖上 出刀太平 不够灵力 哈哈 你看吧 我就说你心不在焉 连武器都会被敌人夺走 哦 原来一边打架一边指点别人 是这种感觉啊 行了 练功也不差这一会儿功夫 咱们先进屋吃火锅去 哪天我心情好再教你几招 不用了 你用的武器都和我不一样 能叫我什么 哼 你们女人还真是善变啊 前几天缠着要当我徒弟的人是谁啊 而且小爷天赋一柄 无论什么灵兵都能驾驭 何况你这把普通的长刀 像你这样的修行天才 一定会觉得 我这种连刀都拿不稳的人是废物吧 小致 其实 其实我不该和你扯上关系 你这种天之骄词 从小顺风顺水 所有人都崇拜你 吹随你 你哪里会动我们这种平凡人的感受呢 叶鱼以前在学院里也被很多人欺负过了 真的吗 就这家伙还会有人崇拜 怎么不会啊 我们蛮族都很崇拜少爷大人啊 你可能认为 我就该做个大小姐 安心受别人保护 至少不会被讽刺不自量力 但是我绝对不会屈服的 就算 哎呀 宗大小姐 漂亮话说的再多也没用 不是废物的话 就证明给我看看 不错 比我最初见到的乱批乱舞的刀法进步很多了 叶大哥 刚才 对不起 我 我这种性格 果然很讨厌吧 我这一路 见过许多性格迥异的人 但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你这种嘛 还是挺可爱的 我不讨厌 叶大哥 叶大哥 不 不行 叶宇 东圣神州叶宇是否在此 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东圣神州叶宇是否在此 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谁大半夜来这砸场子 偏偏这时候坏本姑娘好事 你跟踪我们 去去一个外州人 还不配我花这般力气 不过以叶宇目前在北江兵州的名气 想找到他也不难吧 盯着他的人可不少呢 我这么有名气啊 你来干嘛 要签名 当然是与阁下切磋一份 你们这种穷酸小世家 没资格跟我一战 铁牛 送客 叶宇 蒋小枫可是天交榜排名第五 蒋家在北江兵州也有些声望 可算不上穷酸 连圣术都没有还不够穷酸啊 没听少爷淡说吗 快走 哼 说什么打穿天交榜 我看你是外强中干 不敢一战 不识好歹 既然如此 小枝你上 我 我能行吗 对付这种货色绰绰有余 记住我之前教你的 少尔大人 小这姑娘万一受伤了怎么办 不如让我上吧 你信我就行 上我跟她打 你未免太瞧不起人了 没差别 反正都是你输 大哥 叶宇才值得你出手 至于这个黄帽丫头 让我来对付你 好 你自己小心 别轻敌 小丫头 输了可别哭了 本姑娘还真打哭过不少人 你是下一个 哼 不知所谓的臭丫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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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家的丫头怎么会这么强 小智姑娘有长进啊 这丫头实力不俗 小晋自负轻敌 可能会吃亏 怎么还偷袭啊 我最恨使阴招的 小智 你去一旁歇着 我来收拾这个小人 好 那个谁 你不是想跟我比试吗 那就赏你个机会 那就请吧 好了 这是法则剑强者才能释放的灵力 少爷大人 叶宇 不用担心 这点小伙不算什么 他们确实不用担心 该担心的是你 你这套把戏倒有点意思 你们东圣神州的修行者 恐怕不知道领域的存在吧 这就是我的领域 火炼域 领域 还真是头一回剑到 也是你最后一次剑到 在我的领域里 我就是最强的 你一个法身剑 只有死路一条 你们看 少爷大人没事 他 他竟然会胜数 龙项弃进 阴阳树 不愧是邵义大人 大哥 你干嘛不使出权力啊 快杀了他 不用你说 我当然会杀了他 杀我 上一个这么说的 坟头草都比你高了 这事 法相 在灵野里释放法相 力量会提升数倍 叶大哥你要小心 就这样 你也就这点本事 不陪你玩了 结束战斗 打荒斩 大哥 对我起杀心的代价 就是死 你居然敢杀我大哥 你就不怕 你这种废物 杀都懒得杀 带着你哥的尸体 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会在这里等着你 谢雨 哎 痛快打了一场架后 还有两位家人温柔侍奉 真是太幸福了 驾 小师姐 后面 后面 哎 咱们理一点 哇 等吐死 叶宇 你没事吧 少爷大人又发出这种幸福的叫声了 小致啊 现在你们北江兵州已经有六位天骄败在了我的手里 和我讲讲 接下来要挑战的这第四天骄是什么来头 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人 葛飞山 北江兵州第四天骄 法则竟修为 已经能够开闭自己的专属领域 传言凡是进入他领域内的人 无一生怀 所以 你还是要多加小心 我倒是有些期待这家伙 有没有你说的那么邪乎 喂 你们是谁啊 干嘛拦路啊 好狗不等到 你们是来找茬的吧 阁下可是来自东征神州的夜雨 不错 有话就说 小爷没心情看什么战书 我家公子听闻你连拜六位天骄 知道你迟早会来寻他 便派老夫先将这挑战书交给你 你家公子 第四天骄 葛飞山 益兄不愧是东征神州走出来的天才 连拜六大天骄 真是令人佩服 佩服的话 等我打败你再说 开始吧 别急 我还有一个条件 嗯 条件 要打败我来 牵扯旁人算什么本事 别担心 别担心 他们只是赌注 一时半会儿 不会有事 只是你输了的话 他们的生命就是代价 这 就是我的条件 威胁我的人 通常会死得很惨 胜负可不是靠嘴说出来的 有胆子就进我的领域试试 这就是葛飞山的领域吗 怀皇怒 铁娘 叶姑娘 少爷大人 天牛 两位师姐和小枝呢 他们不是和你们一起消失的吗 我就没见到他们 这地方那么大 或许被困在别的地方了 他们身上有谷地传承 葛飞山应该伤不到他们 公子小心 与狄灵相 反应倒是不错 不过好戏 才刚开始 这么脱下去不是办法 宁静 你保护好宗姑娘 我尝试破开这里 我尝试破开这里 嗯 哎 杏葛大 躲在暗处偷袭算什么天交 有本事出来 当面跟小爷比试比试 这斩机威力强大 神出鬼没 你尽量躲在我身后 叶公子 我们 我们会死在这里吗 当然不会 打败这个缩头乌龟 自然就能出去 心灿 这是 不好 快离开那里 天牛 天牛 你怎么样 少尉大人 我没事 又来了 这些斩机和爆炸 都是由领域内的 法则之力形成的 对了 如果能够掌握这里法则 或许可以化解这些攻击 这里可是用天地法则铸就的领域 无论你怎么攻击这片天地 都只是徒劳而已 窃取秘术 开 这 这是 法则之力 你给我住手 哟 哟 终于肯出来了 你不是喜欢搞偷袭那一套吗 怎么 是怕我窃取了你领域内的法则奥秘 既然你一心想求死 我当然要辰聚你 这缩头乌龟交给我 你保护好叶姑娘 好 这招我已经见识过了 对我够不成威胁 是吗 是吗 给我回酒 凡事进入我领域的人都会沦为我的棋子 你最终只会被我活活耗死 陆一子杀一人 这就是我的领域 我的法则 必须想办法解除标记才行 他的法则 有了 去死吧 叶宇 群心共参 少爷大人 叶宇 东盛神舟的第一天才 伺在了我的手上 喂 梦该醒醒 少爷大人 他 他是怎么做到的 不 这不可能 就算是虚神强政也难逃一死 你怎么会一点事都没有 很简单 我窃取到的那滴法则之力 随手破解了你的领域 不 不可能 我的标记是无解的 不敢相信是吗 看清楚了 雨滴灵相 你 虽然我不能像你一样 用棋子施展领域 但我夺回了自己身体的主控权 只凭这一点 你就已经败了 可恶 我 我自联斩 没了标记 什么有事 入自化门 我认输 别再过来了 认输 当初不是说好了 咱们是赌命的 你这种人 从来都没有真正直面过对手 只会沉浸在自己创造的这异域之底的懦夫 只会暗算伤人 你根本就 不配备成为天交 前辈 您找我前来 所为何事 前辈 您的气息 为何如此薄弱 难道 是山城一战 已令我游进灯窟 我时日不多了 前辈 这是老夫的圣源 我已无力保护东盛神州 而今 我把他交给你 祝你当临圣人之境 前辈为何选择我 把他交给燕宇 不是更好吗 那小子 他自有他的道 而这圣源是属于你的 接着 老夫也该休息休息了 师前辈 师前辈 这个方位 难道是 是东盛神州的那位圣人陨落了 石天文已死 刘长老如今离圣人界一步之遥 放眼整个五周世界 几乎无敌啊 东盛神州又有人成圣 这 这怎么可能 姚池先后成圣 叶公子怎么反而叹起气来了 我刚才还感觉到 石天文前辈的气息消失了 我和他曾在石山城并肩作战 可惜连他最后一面也没见到 新生必伴随陨落 生存必须会争夺 叶公子的修行之路 走得比常人更远 难道还看不透 我始终很难做到啊 毕竟 我以前生活的地方 可比这儿和谐多了 而且 像你这样温柔的姑娘 不应该生活在杀戮中 是吗 原来东盛神州 是那么和平的地方啊 有机会 我会带你去看看的 夜里风大 回屋休息吧 在葛飞山的领域一战后 我几乎能立刻突破到法则镜 但还需要演化出领域 避水谷教的人传来消息 夜宇杀了第四天交后 已经往这里来了 嗯 葛飞山竟然都不是他的对手 少主 你是谷帝后裔 与其他天交都不同 无需惧怕 他们来了 刘京南 主动应战 省了我不少时间 我可不会让你们这种香巴佬 踏进北小城的一步 要战便战 且慢 万圣 夜大哥小心 刘府先是北疆兵州第一个突破圣境的人 放心 我不会插手晚辈之间的事 但阁下剑代表东盛神州来战 我北小城也该展现应有的重视 两位便在这领域内公平一战吧 老夫能保证无人死去 这 也是看在东盛神州圣人的面子上 想尽量保住阁下的小命 究竟是想保谁的性命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你现在也不过才金身境 竟敢在我面前小掌 少主毕竟是法则镜 夜宇总有天赋 也一定不是他的对手 夜大哥居然也达到了法则镜 这小子故意等到现在才突破 是想东摇兽主的战役吗 怪我 一直压制自己的境界 才给了你们错觉 真是抱歉 刚入法子就罢了 少主要能掩压你 九由拳 少主的九由拳已经能同时控制五道卫眼了 九由拳变犯莫测 一柔克刚 夜宇渐级再高 只怕也难以应对 夜宇渐级 你神陷在我的鬼物中 那你怎么逃跑了 妖虫小剑 碎双阵 你怎么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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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逃不了了 哎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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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宫兵一战 要是不在领域里 少爷大人已经赢了 哼 又不是北疆兵州第一天教 有什么说不起的 您进 冲鱼要拿出真本事了 我是没骨铁侯义 从小被圣法滋养 就算是第一天教也不敢轻视我 而等楼鱼 也配与我相提并论 它 Under也不虚 G 这里 好重的杀戒 呃 不兑勁啊 我怎么感觉 我的力量再被迅走 叶鱼 我知道你一只记恨 石山城那一战 我偷袭了那位圣人 你想杀了 可惜你还独够资格 如果不是有那个老头护着 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痴人说梦 你尽管愤怒吧 在我的领域中 任何杀意都会转化为我的能量 叶鱼 受死吧 你又怎么确信 我没有领域呢 什么 你居然吸收了我的攻击 手镜 叶鱼竟然奄奄化出了领域 这 什么可能 就算奄化领域 你也不可能这么轻易挡住我的攻击 你领悟众多圣法 却始终没有形成自身的法则 自然会输给我 叶鱼的领域却是以自身的雨滴灵相作为根基 在以防御力极强的沧海万象如何各加圣法 不仅能恢复灵力 还能抵御圣术 所以 在我的领域内 黑剑所指之处 我即是无敌 我 我不信 我不信 我 我 我输了 我怎么会输呢 与上往来 这些 还给你 收拾 可 可恶 少主还活着 可惜他已无力再战 这场比试 还是让那小子赢了 要不是老家伙的领域 你死定了 这小子竟然这么强 要是宣布他获胜 我们北萧长的尊严何在 天交比试还未结束 别当擂台中间来 危险 他又干嘛 不错 天交比试没有结束 业余 你还得继续 跟他比试 业姑娘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叶宇 我是碧水谷教下人教主 天交榜排名第二 乔云 传言第二天交世名女子 只有与他交手过的人 才知道他的真面目 没想到 他一直埋伏在我们身边 少爷大人把他当妹妹一样对待 他却一直在欺骗少爷大人 太过分了 叶宇刚才和刘金南一战 肯定受了伤 现在还要面对实力强劲的第二天交 太勉强了 喂 你要比试 好歹让人归复了再说吧 北江兵中的天交 都是这种落井下石的小人吗 比武即绝高下 也绝生死 要是觉得比不过 忍输不就行了 你闭嘴 叶大哥的手下败将 没资格说话 叶宇快点决定要不要继续 这还用决定吗 半途而废 不符合我的风格 就让我见识见识 第二天交的实力吧 可别像刘金南那么废物 巧莹 妙法医 这丫头的实力又长进了不少 连我的领域都能破解 我的领域发动不了了 原来如此 乔营领域的能力 是封锁他人的领域 事关我碧水谷教尊严 也关乎北江兵州的尊严 我不会手下留情的 哪儿还有情啊 可敬升平 我的领域可以压制力量 叶宇 你没有机会赢我 话别说太绝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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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宇还能嚣张到几时 主星剑 吸出 杨树 杏龙盾 少爷大人赢了 果然 还是下不去杀手啊 连球赢都不是夜宇的对手 这 怎么会 你输了 我没输 你 对不起 为了必须骨架 我不能输 有点不对劲 体内有一股气息冲撞 桥莹 趁现在镇压它 她的力量 怎么突然暴涨 少爷大人怎么了 她的力量再这么强 怎么会这样 不好 不好 这个 小主 混账 混账 他现在的力量只必须受救了 为什么 叶云 先别过去 危险 我赶紧制住他 北枭城都要被拆了 少爷大人 你怎么了 我是铁牛啊 你不认识我吗 少爷大人 你不认识我们了吗 别再打了 辱区之业 竟然是完整的诅咒大道 真麻烦 一来就遇到这种事 看着 叶云你醒了 叶大哥 这是哪儿啊 太好了 少爷大人你没事 撒手 铁牛 你再这样 我就有事了 我不是跟 跟乔莹比武吗 对了 他打了我一掌 不会一掌就把我打到这儿来了吗 你要是这么柔弱 怕是早就死在石山城了 玉衡 你 你不会是 好久不见 你 你是苏四相 他谁啊 应该是少爷大人的冤家 不过 怎么变小了 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我想去其他州 寻找破除诅咒之力的方法 刚离开东盛神州 就变成这样了 你身上到底有什么诅咒啊 不关你的事 行行行 不想说就不说 打第一眼见到你 就觉得你不是人 生来带着天道诅咒 居然还能驾驭四种灵兽 天赋都快赶上本少爷了 跟怪物一样 你敢说少爷不是人 玉衡 走吧 不管怎么说 这次多谢你 不客气 你帮我灭了针眼教 我救了你 我们扯平了 另外 朱雀神火的压制 只是暂时的 北疆冰川有一处地势 能助你压制诅咒 不过他们几个就别带你 法则静以下的修行者 确实送死 看起谁呢 唉 想不到还能遇到苏四象 你来干什么 我有几句话要说 说完就走 有什么要说的 就说吧 对不起 叶宇 我骗了你 谁教你如何催动我体内诅咒之法的 是一个叫莫无伤的人 他找来 说利用诅咒之力能让你走火入魔 丧失神志 我们便可以趁机镇压你 哼 就知道是他 他人在哪儿 他交给我们这个阵法后就离开了 不知道去了哪儿 叶宇 我从没想过要你性命 我知道说这些已经晚了 但 事情过去了 就不用再解释了 你走吧 再见 再见 以后 就不要再见了吧 到了 这里地势气象强盛 苏四象还真没骗我 冰川雪莲 这东西可比小之家的玄冰雪菊好得多啊 撞到了 那是我的 不许碰 嘿嘿 你说是就是 小爷今天还非要不可了 你能怎样 那在下就得罪了 八皇斩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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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庭想请出手 这位公子气宇宣昂 伸手了得 我认输 给您赔个不是 不错 你认怂倒是挺快 我知道自己的精力啊 既然打不过 没必要应拼 在下送宴 中央善州人 请问公子是 叶宇 你可以叫我叶大侠 叶 叶大侠 这里有一处中央地势 元气旺盛 更适合提升修为 叶大侠何必再以一株冰川雪莲呢 不如让给在下 难道刚好就是我要找的那处地势 既然这么好 你怎么不去 呃 因为那里被一名虚胜战群 我更不是他的对手了 不过看到叶大侠身手非凡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就是不知道叶大侠敢不敢冒这个险 嗯 哥哥哥 这里果然地势非凡 因为虚胜距离这里不远 在清华汇聚中心 我们小心一些 嗯 只要经过十次突袭 我就能虚胜圆满了 哈哈哈哈 此人在虚胜中也属于强者 想杀他很难 说说你的办法吧 嗯 我有一种丹药 可以减弱虚胜四场左右实力 到时候或许可以一战 还有这种丹药 哼 不瞒叶雄 我宋家在中央慎州 也是有些名望的炼药世家 这次来取冰川雪莲 是为了做药营 你的家事你的目的 我都没兴趣 你打算怎么让他服下丹药 我也是初次尝试 哎 哎 哎 将毒气引入地上 让人神不知鬼不觉的中毒 够阴险的 我得小心提防这个人 嗯 嗯 药效发作需要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足够他杀了我们 现在只能等 要等多久 这我也说不好 喂 你到底行不行啊 哼 佩服佩服 哼 少在这里有嘴滑舌 赶紧滚 前辈别着急啊 我们在修行上较为愚钝 听说这里的地向大事 可以令境界圆满 前辈已经是虚胜 早已超越许多人 不如 咱们共享这处地势如何 小子 这地向精华本就有限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鬼主意 再不滚 我就杀了你们 前辈这么说 就是没得商量喽 应该差不多了吧 呃 你们给我下毒 嗯 大无心境 只能发挥六重功力 对 即便如此 杀你也足矣 嘿嘿 前辈杀我一人 应该不成问题 但是我们两人 啊 嘿 夜兄 赛下能力有限 就不跟你拖后腿了 你 八荒斩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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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只能发挥六成功力 但毕竟是虚胜 夜兄竟然能跟此人相抗 就算我只有六成实力 杀你们也如同屠狗 呃 哎 哼 哼 没用 火魂煞 叶兄 腰力有限 恢复过来我们必死 银羊手 你们找死 破魂煞和抑制功法的两冲药离在你身上 你的气息越强劲 无所轻视得越严重 叶兄 快 狐击剑 我堂堂虚胜 你怎能败在你手里 真不容易 喂 你死了没 还活着 叶兄还真是厉害 能杀虚伤 是他实力有所削弱 才有机会杀他 还好没被他洗干净 不然就白费劲了 喂 这儿可以暂时借你疗伤 多谢 我原本以为 中央善州以外 没什么人会使单独手段 就算自己境界不高 也能横着走 看来 我还是太天真了 能走到虚胜这个境界 哪里是那么好对付的 这次多谢你了 没什么谢不谢的 各取所需罢了 雪莲归你 地势归我 不过 你下毒的手段真是高明啊 无声无息的就给虚胜下了毒 只是稍微运用了一下 医术中的透骨疗法 有些生入骨髓的病 就是这么治的 我可是宋医生的徒弟啊 宋医生 好像在哪儿听过呀 我们宋家在中央善州 可算是大家族 虽然我家只是庞系 但宋医生愿意收我为徒 这说明我很有天分 行了 一说到身世背景就嘚瑟 你我共同对敌 也算是战友了 这些大药就留给叶兄 疗伤强筋撞骨都没问题 放心 绝对没毒 谢了 将来叶兄到中央善州游历 可以到明月城找我 一定好好款待叶兄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我也该干正事了 造化觉 不好 祖中之力在体内冲撞 刀印吸收平稳很多 祖中之力被压制了吗 要不是这里被之前那个虚胜 吸走了部分地势精华 这一回 说不定还能突破境界呢 万为天狼 北唐靖宣 你还自己送上门来了 你们北疆兵州的天骄 送死都这么急吗 叶宇 今天只有我一人前来 等你压制了诅咒才出手 就是要和你公平一战 你倒像个正人君子 不过 你的实力最好配得上天骄榜第一的名号 之前 其他人惧怕圣人之怒 才不敢下杀手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 中央圣州出了两位圣人 你背后的圣人 你无法震慑四周 事关北疆兵州的尊严 今日不是你死 休恕我亡 又出了两位圣人 出几个圣人跟我都没有关系 我也不需要圣人撑腰 凤火燎原 大五星剑 虚圣九 北唐靖宣 你确实比其他天骄更具实力 小爷认可你这天骄榜第一了 我的实力 用不着你来认可 这一招 就要你的命 也算你 双阵 还想一招就要小爷的命 看清楚 小爷活得好好的 这是韩剑宗的圣术 你怎么会 因为我天资聪勇 还好学 宇地灵相 算你 看到了吧 我业语 管你用什么外门邪道 今天都别想走出我的雷狱 区区雷狱 还困不住小爷我 八荒斩 你一阳兽 你一阳兽 打不過就想自我了斷嗎 犯不著犯不著 好強的位啊 蠻黃弄 攻 十萬八千獻 小爺今天就刺你一敗 武奇劍 你敗了 你 你不殺我 你人不壞 只是總想打架 殺了可惜 記住啊 回家後 多和別人說說本少爺的厲害 北疆冰州天家堡要重新排名了 中央聖州也出了聖人 不如去中央聖州走一趟 見識一下 景軒 你回來了 哈哈 看來此番定是少主 我輸了 連景軒你都擺了 夜宇的實力的確不可小缺 功法高深 占有史伶俐 戰績聖術 運用出神入化 我也只能忘記象背了 嗯 景軒 你也累了 先去休息吧 嗯 景軒是我們家族最有希望成勝的 這一戰竟然破了他的心境 將來怕是難以走到那一步了 可惜呀 唉 夜宇是景軒今生的心魔 只要除掉他 景軒還有機會踏上成勝之路 算了 他也留了我兒一命 家主也太心軟了 這可關係北疼家尊嚴啊 罷了 這個夜宇 我去對付 要為景軒出了這個心魔 不知道夜宇現在怎麼樣了 少主 少主 這是中央聖州酒宴古教教主送來的帖子 成沐陽 戀丹大會與我何干 無趣 少主 夜宇在歌州遊歷 說不定能碰上他嗎 也對 中央聖州風景宜人 我們也當作去遊歷一番吧